有位大陆北方网友来信说 他过年去了三亚 当朝思暮想的大海尽在咫尺 这位人兄不禁放声长气 顿时周围游客也潸然泪下 但突然他发现了奇怪的现象 明明当天风和日丽 海面上只有高度不到一米的清浪 但海浪向岸边运动时 竟然能莫名其妙地突然增强 变成一个卷筒般的大浪 于是他许问导游 清浪为啥会变成大浪 经验丰富的导游指着海面说 独冲浪板一小时八十元 看来首先要分析水波的形成原因 才能研究海浪突然叠加增强的原理 我们习惯于把水面的波浪 看成抖动绳子时制造的横波 因为它们看起来 无论是波形还是移动的样子 都如出一辙 但其实二者在本质上并不相同 如果放大绳子上的点 会发现在横波中这些点 只是在一个跟着一个依次上下运动 将波峰和波谷向前传递 但水面波的情况却截然不同 当一个人上下拍打水面或前后推水 同样会使水面出现机械波 如果水面波也是横波 那么放大波面上的水分子 就应该看到它们像绳子上的点一样 只做上下运动 但是情况出人意料 水面的质点不仅在上下运动 同时还在水平运动 这下顿时让人犯难 既然水面的质点 并不是只做上下振动或者水平振动 说明水波既不是横波也不是纵波 虽然有人将其强行命名为激波 但也惨遭驳斥 那它应该叫什么波呢 最后实在没有办法 干脆就把这种复合波叫做水面波 当水的深度 介于水面波的半波长和二十分之一波长之间时 波面上的质点 由于受到自身重力和水面的表面张力共同作用 运动路径呈现长轴沿水平方向的椭圆 此时的水面波称为浅水波 由于水底的摩擦阻力 当水的深度减小时 浅水波的波速也会跟着减小 波速等于深度和重力加速度乘积的平方针 可见浅水波的波速只和深度有关 因此深度不变 后波就无法追上前波而叠加增强 所以小浪不能变成大浪 但水深大于水面波的半波长时 水面质点的椭圆形运动路径 就十分接近标准的圆形 可以看成圆周运动 位于波峰或波谷处的质点 具有互相反向的最大水平速度 此时的水面波称为深水波 有无聊人士研究了一番 发现深水波的波速与深度无关 而是等于这个公式 通过波速公式可以看出 水面波是由于重力加速度G 和水的表面张力系数α 共同作用而产生的 当这二者都是定值时 波的向移速度就只有波长来决定 看样子是波长越大 波速也就越大 根据这一原理 一些利于熏心之人制作出了很长的水槽 并用机器带动异端的挡板前后移动 来制造水面波 首先挡板以较短的形成前后移动 制造出高度较低 波长较短的水面波 紧接着挡板以稍大的形成移动 又推起了一股高度和波长都稍大的水面波 眼看这两股水面波已经离去 挡板又突然再次发力 以更大的形成前后移动 制造了一股高度和波长 比前面更大的水面波 同时确保水的深度大于这道波的半波长 如此一来 挡板三次前后移动就依次制造了三股深水波 而根据前面的公式 波速又由各自的波长决定 因此波长越大 跑得越快 形成了后波赶超前波之势 最终三股水面波在即将到达另一端时叠加起来 变成了一股大浪 拍击挡板 这让不明就里的游客拍手称快 而黑心的老板 每天只需交几块钱水电费 就赚得盆满波满 如此一来 势必会吸引很多眼红之人 果然有人就弄出了一个大号圆形水池 周围一圈全是挡板 向中心推水 通过挡板的形成或移动速度 来制造波长依次增大的深水波 让这些小浪在到达中心前 叠加成大浪并相撞 冲击形成一根强力向上喷射的水柱子 然后也开始打着科学实验的旗号 卖起了门票